欢迎收看泰拉瑞亚纯召唤师生存第十六期 上期视频我们刷南瓜月刷到兔啊 终于是收集到了阴森套 阴森赤 铝屋绍帚 还有暗黑收割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死灵卷轴和乌鸦法杖 所以南瓜月我们还得刷 然后我们还成功击败了石巨人 又可惜的是石巨人的袋子里面并没有开出稿子来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祭坛敲走 还得去神庙里面继续刷他 哎那我上期干了什么 那我们本期的内容就是做最后月前的准备了 本期点赞过5000 我将在两日内更新下一期 毫不客气的说 现在石巨人就是花后小怪好吧 随便轻轻松松就带走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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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差点死了 没血了 哦好险好险好险 开一下袋子啊 哎出稿子了 好 这下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个祭坛挖出去打了 这个射线是什么鬼 我们把祭坛挖走 放在家旁边的这个地方 哎 这下石巨人就好打了吧 这么大的空间 再来解决你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你头还能上天不成 在外面就好打多了 好搞定一只不像神庙里面那么小的空间啊 挪到外面来真的就是随便打 我们需要开出一颗太阳石出来 走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套石装 先穿着吧 死 OK 石巨人就先刷到这了 我们等到晚上 然后开始刷南瓜月 把剩下没有拿到的东西 争取今天全部刷出来 我要先重点照顾一下哀慕了 死灵卷轴是哀慕掉的 而且我还需要两个 所以我必须要多杀点艾慕才行 趁着南瓜王没来之前 赶紧多杀一点艾慕 南瓜王一来就没机会了 诶 我看到了什么 死灵卷轴 掉了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终究还是来了呀 这南瓜王好烦啊 我今天不打你了 我非要杀艾慕 好吧 我顶着南瓜王杀艾慕 我不管你了 硬打 这一晚上真是惨烈的一战了 你们看看这个地上 已经形成墓地环境了 为了杀艾慕 我牺牲了多少 收一下我们的战利品啊 我记得是看到了一个死灵卷轴的 诶 我还又看到一个 看一下我们的保险箱里面 哇 好多扫帚 还有数不清的墓碑 这什么玩意啊 石装 尖装发射器 这些都不重要 主要是这两个死灵卷轴啊 正好我们需要两个 这一晚上的牺牲没有白费啊 我们先合成一个甲虫杀草子 这个又可以增加蒲虫上限 又可以增加蒲虫的伤害 召唤师必备啊 看一下我们现在满状态下 可以召唤多少扑虫啊 9个 我们现在可以召唤9个扑虫了 是不是快毕业了 你们还敢说我不是召唤师 还缺一个乌鸦法杖 我还得继续来 这次我们就不用刷艾慕了 主刷南瓜王就可以了 又一页过去了 我们收一下战利品啊 又有死灵卷轴 而且我似乎没有看到乌鸦法杖 唉 这一页又白刷了 累了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诶 这有个乌鸦法杖诶 呆滞的乌鸦法杖 哦 保险柜永远能够给我惊喜 我又捡了两个死灵卷轴 要么不来 一来就搞批发 我终于不用再刷南瓜月了 照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么一群 果然都是一般黑啊 接下来就是要了却 之前留下来的遗憾了 打猪杀 有小伙伴提醒我 可以用盾反去打猪杀的冲刺啊 所以我私下的时候 稍微练习了一下下 接下来就进行实战演习 第一回合冲刺五下 然后停下来吐泡泡 我们可以疯狂的抽他 第一状态下 基本上都是冲刺五下 然后吐一次泡泡 扔一次杀龙卷 这样交替着来 马上了 他掉血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好半血了 马上进入第二状态了 第二状态之后 他就把大灯给打开了 然后每次只冲刺三次 接下来吐泡泡 或是杀龙卷交替 差不多五分之一血的时候 他就会进入第三状态了 很快啊 好好 还没有还没有 这个不止五分之一 可能六分之一了 第三状态了 来来来 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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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哎呀完了完了 我挤到边上 很危险很危险 他快死了 盾凡 OK 哦 终于打过他了 这下 没有人还在江湖上传言 我大聪明 不会打猪杀了吧 从今以后 你猪杀在我这里 就是肉厚小怪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好 我们来开袋子了 开 哎 怎么才两个东西啊 什么玩意 一个龙卷风法杖 还有一个 猪杀座器 我们来测试一下速度啊 最快速度 40 我们来换 女巫绍帚 这个最快速度 有46 这个比猪杀座器要快啊 不过我听说 猪杀座器在雨天的时候 速度飞快 接下来就是 饰品的优化了啊 首先是小伙伴 推荐我做的 忍者大师装 这个袜子和腰带 是刷灵器的时候 在地牢里面刷到的啊 然后我们再拿上 虎爪和鞋钉 先来一个攀爬虎爪 然后再合成 忍者大师装备啊 就这个 可以爬墙和猛冲 有机会避开攻击 据说这玩意 贼好用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的效果 先把客盾换下来 然后我们冲刺一下啊 哦 这个冲刺的距离 确实是远了很多啊 再试一下客盾的 哦 这个距离就很近 而且速度还比较慢 然后就是有人说的 可以跟猪杀翅膀媲美的 钢铁翅膀 我们来蒸汽朋克人 这里买一下 蒸汽朋克之一 两箔金85斤 这么贵 买一个吧 老规矩来测试一下 飞行高度啊 骑 68 448 这没什么区别啊 跟我的阴森翼一样啊 难道它有什么 其他的过人之处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接下来就是 另一个工程啊 也是经小伙伴提醒的 造一个 地下的血腥之地出来 然后刷那个灵液 可以做降低 敌方防御的药水 也是召唤师必备的一种 那我们就先挖一个隔离带出来 这个隔离带 理论上是六格宽 就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 有知道具体素质的小伙伴 可以打在弹幕上 然后放上血腥的种子 我现在在做这个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晚了 因为毕竟已经到花后了 这个蔓延的速度会非常的慢 下一次我们会在肉后 就把这些基础工作 全部都做好 看一下我们这个 新红之地啊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不是特别大 应该是够用的 接下来就是升级我们的手套 我们这个世界 没办法做出血腥宝箱怪来 所以刷不到血腥子关节 那我们就直接做那个 机械手套算了吧 直接就是复仇者勋章 加上我们的手套 就是机械手套 这个比血腥子关节的 那个狂战士手套 要低一些防御力 然后拿出我们的岩浆石 合成最终的猎火手套 其实这个打小怪还是有点用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boss都是免疫灼烧的 所以这个打boss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好 我们的饰品差不多已经升级完毕了 就差最后一个猪杀翅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地下蘑菇地 抓一点松露虫 再去打几次这个肉厚小怪 把猪杀翅膀给刷到 这里我就不见松露虫农场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下 到处都是松露虫农场的教学视频 讲的比我详细多了 OK我们回来了 就抓了三只松露虫 先打三次再说吧 猪杀身上除了翅膀以外 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不太需要 这里我们一定要用血红法杖去打猪杀 千万别用乌鸦法杖 因为乌鸦会打假赛的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吧 来吧你这个肉厚小怪 次数打多了以后 确实就没有那么难了 你能够知道他的行动轨迹 无他为首属尔 你们猜猜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打了多少次猪杀 请把熟练的让人心疼打在公屏上 好马上就来第三形态了 现在我反倒不怕他第三形态 我知道猪杀被称为肉厚小怪的原因了 就是他的AI是比较死板的 随便练习个几百次就能轻松解决他了 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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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哎呀 一 二 三 死 OK 有时候杀猪就是这么简单 你学会了吗 开伏袋开伏袋 走 诶 猪杀翅膀到手了 这感情好 那我不用再刷了呀 省了我两个松露虫 先放起来 以后再欺负猪杀 现在再来测试一下猪杀翅膀怎么样 走 哦哦哦哦哦 哇靠 直接顶到顶了 这么绝吗 这不用测试了 直接玩爆其他所有翅膀 这个猪杀翅膀 我的最爱 那么所有的视频我们基本上已经拿齐了 接下来我们刷一下月前的一个主要事件 就是火星人入侵 我们只需要骑上我们的飞行坐骑 然后在天上这样随便转悠就行了 诶 看到飞碟了 冲上去 让他罩我们啊 千万别把他给打死了 好 火星人入侵来了 哇 这火星人 火力这么猛吗 伤害又高 像我脸皮这么薄的根本就扛不住啊 火星人入侵好像没有什么我们要的装备 诶 我圣诞老人怎么死了 我圣诞老人不是在家里吗 难道他们给我玩声东击西 还有一部分人去偷我家了 飞碟来了 飞碟来了 算他 哎呦不呦 哇靠 他什么时候会放这么密集的子弹了 哇 还有这种烟花 难道飞碟也加强了 哎呀哎呀哎呀 扛不住啊 哇 哎呀不知道还没过年了 不允许随便燃放烟花爆竹的 哎 就挺突然的 这是我最难熬的一夜 比打南瓜月还难熬 什么装备都没打到 就收获了一包裹的墓碑 你就说 我是不是吃饱了事情没饭干 十具人之后我又打了几遍啊 好不容易刷到了太阳石 合出了这个天界石 但是这一整段我都没有录进去 所以你们只能直接看到成品了 然后之前我刷到了这个贝壳 现在只擦月光护身符 我们就能合成下一个毕业视频 天界壳了 那么下一期我们就要挑战万众期待的光女了 很多小伙伴给我推荐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更希望在不逃课的情况下 能够击杀掉光女 当然我的水平大家也是知道的 对吧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高 棘手残挡 我尽量好吧 那接下来的内容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了 光女过后就是教徒 四柱 然后就是月中了 有什么其他的分支需要我去打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然后下一季想看我开什么新坑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不限于泰拉瑞亚好吧 OK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